我要問一下歷史哥 其實我們前幾天還在聊說 那侯友宜他可能第一槍 他打綠營的什麼 可以最打到點等等的 當然很多人講這個環境議題啊 或者是能源議題啊 兩岸議題這都是一些工坊 不過對於賴清德最想討好的中間 以及年輕選民 講什麼最有感 跟不要去講什麼 會讓大家最容易炸鍋 就是房價 因為身為中間選民且年輕 我可能不 我年輕也許年輕啦 也許年輕的我們 我講房價真的是非常生氣 昨天與我還有很多同事 我立刻把他選進高級酸 因為他這一席話 他自己上車就算 我不懂為什麼內建部長林宥昌 還要硬要上車 甚至還推動這台車 繼續往錯誤的方向走 絕對是炸鍋的 我們來看林宥昌他說 住宅問題是慢性病 需要長期的藥醫 包含了國土規劃和社會住宅 換句話說我們幫你翻譯舉若 住宅問題是慢性病 所以需要長期的藥醫 所以2024之後不關我的事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現在醫不好沒有問題 他是慢性病 可是你是慢性病沒有錯 大家可以理解 跟你民進黨是把他變絕症 好沒關係繼續看下去 年輕人買不起房 不是真的買不起 而是玫瑰化 或是想買的地點價格太高 所以怪我囉 對不對 不是我不想 不是我買不起 是我不想買 便宜房子我不買 然後很多網友就開始在講說 難道我要去買金山萬林 當然要怪你買 因為你不夠綠 台灣價值不夠 對台灣價值不夠 你台灣價值夠 大家還記得嗎 邱莉莉啊 郭再青買在哪裡 台南豪宅區啊 大家怎樣 你農我農 你好我好 大家住同一區 大家還記得之前台延的前董作 後來突然緊急辭掉 就被人家發現 在高雄的農地那邊 搞了一大堆豪宅啊 我們之前還聊過這件事 大家還有印象嗎 然後一挖出來發現 哇一下有什麼 旗山農會的藥角什麼 全部都是綠營肉質乾 整乾 所以現在真正在炒房炒地皮的 就綠營嘛 那我們去另外看嘛 現在綠莓背後 是不是人手一間 所謂的建設公司呢 説來說直白的 中天還真的 背後不是建設公司 那TTA好像也不是 可是你看綠莓後面是不是 你不要再篩選了 有點明顯了 對不對 我們不要再講下去 再講下去可能 這個本人身心健康 絕無任何自殺意圖 但是我想這真的很悲哀 就是說民進黨 對於過去的他 跟現在的他 本來之面目 完全怎樣 面目所非啊 大家看一下 除了這個賴清德 還有林佑昌之外 花進群啊 現在還在 還在導播幫我們帶一下 花進群還在幹什麼 內政部次長 之前當代理次長的時候 代理部長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對 房市是經濟火車頭啊 欸時代力量大使還開記者會罵他說 欸花次長啊 你以前是什麼 你以前是花教授的時候 你是打房的教授啊 你是專門在講居住正義的 還不只這件事喔 還有另外一個是 這個我們另外看一個 你這樣子不夠 居然也要講花進群 現在是叫做炒房國家 另外一個什麼 你看徐國勇有沒有 房地產是護國神山 所以民進黨就是這一掛的人嘛 他們對房地產的邏輯是什麼 他們房地產邏輯就是 拿來炒的啊 拿來怎樣 拿來框錢的啊 拿來圈地的啊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喔 民進黨的內心對於居住正義 根本毫無正義 騙票啦 騙票是他們唯一的正義啦 就在這個房地產這上面 就在在在的顯示嘛 所以從這一些例證 為什麼今天賴清德會講出這樣的話 為什麼林宥昌會講出這樣的話 因為在他們內心的深處裡面 他們本來就不在乎 所謂年輕人的正義嘛 那些正義啊管他去啊 反正你票過來了 我就不用管你正義啦 然後你看蔡英文剛才 其實我們前面也提到嘛 根本就把所有其他人做得 通通攬在自己身上 還有怎樣呢 把包租貸管也納盡來說 做社會住宅 欸我要告訴大家 社會住宅跟包租貸管 是決然不同的東西啊 包租貸管是本來就有的 然後你政府去把它給經營下來 但是你整個市場上的提供沒有增加 這種東西國小的 國中生就學過了嘛 供需法則嘛 市場上便宜好用的房子增加了 整個房市自然而然 它就會有降溫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 因為供給增加了吧 而且也是怎樣 CP值高 我們說燒到斷外的東西增加 那自然而然它就怎樣 它就會降溫 而且你的社宅為什麼要多 因為你社宅一多 它有一個定海神針的作用 它會對房市起來一個 所謂固定的作用 我們就看新加坡怎麼打房 新加坡的打房那是非常非常兇的 他們除了 你當然可以買私人的住宅 但新加坡大部分都住什麼 都住政府所配到的 然後你去買 然後他們這個買法是怎麼做呢 新加坡的人 譬如說我的父母住這邊 那我要買政府提供了這種公宅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可以在附近 它給你安排在附近 它是為什麼 因為它告訴你說 沒關係 你不用住得很遠 雖然新加坡不大 但是新加坡因為他們也不能開私人的轎車 對 有時候私人轎車成本也很高 大部分也是做公交出行 所以我盡量把你配在附近 你可以互相照顧 臨理守護 這個才是解決房價的方法 而且還可以讓人家 牢有所養 又有所護 這個才是一個政府政策 對於居住正義的執行 那民進黨打著居住正義的一個名號上台 可是我們今天可以看到 他們對於居住正義是如此的傲慢 而且他不認錯不道歉 賴清德失言就算了 然後林佑蔡出來補個兩槍 那只是說我剛才幫大家做大記憶回復數 把花靖群跟徐公也帶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賴清德其實真的很弱 剛才桑桑問了一個問題 侯友宜市長可不可以在這裡面有琢磨 我覺得要趕快加把勁 因為在幾天520我們都知道 蔡英文已經上台七年了 有多少事情要被更正 而且他可以著力於他的新北市 因為像我一樣 我們很多人是新北市住在這邊 可是我就是台北市上班的人 對這個真的非常的多 因為台灣 北台灣是一個 共同生活圈 對是個都市代 這個英文裡面叫做metropolitan 就是都會區都會代的意思 這個其實很正常 因為所有全世界的都市 都是這樣發展的 只是我們在看是什麼樣呢 這個在新北市的範圍內 其實侯市長做了很多 譬如說像是托育的這些工作 其實做的都不錯 我培養住新北市的 基本上都不用去讀 私人的幼兒園 除非真的很衰 真的差一點點 在台北市呢 像我跟我的太太 每天在這邊找得累的鑰匙 但抱歉還是只能讀私利的 很貴啊 但沒有辦法 因為真正的公托就是不夠 公幼托真的不夠 那這個就是說 他竟然有照顧到這個幼兒的這一塊 其實再進一步 把他對於居住正義這一塊也納進來 這不是都是對年輕人好的一個政策嗎 這是很有感覺的嗎 大家就想嘛 比如說像我們家兩個小朋友 一個月加起來光月費喔 不含注冊費就三萬塊 很貴真的很貴 壓力真的很大 每個月好像錢竟然就花出錢 竟然就花出去 常常在這個付錢付錢付錢 看到那月費單 我太太拿那個月費單給我放在我桌上 吸一口氣好吧 錢轉一轉 要不然怎麼辦呢 只要你想要天天都是父親節 對對對 父親永遠自己 父親什麼 父親你自己的錢包嘛 所以這些東西有做下去 其實那個感覺就會出來 我常講啊 現在啊 侯友可以做的有四件事情 哪四件事情呢 這個第一件事情呢 叫做呢 民怨 第二件事情叫做民心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叫做明天 第四件事情叫做民進黨 什麼意思 民怨 民怨很多 大家都有民怨 民怨要怎麼解決 你每天都在排隊 排這個排那個 那你說我在排隊你缺 你政府沒有準備好的時候 抱歉你是中共的同仁 你不能講 要不然就查你水表 所以民怨在 那誰來承展民心呢 幫老百姓把民心給倒出來嘛 民怨這些不公不義的事情 居住正義的事情 你給他一個民心的出口 你告訴他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你民怨是錯誤的 你斥責他的錯誤 展現自己的正確 你民心就來了 你票就來了嘛 然後再來明天 我們現在隨時兵凶站圍啊 我們跟沙哈已經討論過好幾次 每次都在討論這個 你看以前我們講 哥哥爸爸 整威達 為什麼 因為哥哥爸爸要上戰場 保護國家 那現在抱歉 現在是媽媽小孩也要上場 這個作戰 你看喔 女性要叫招 孩子呢 孩子也要怎樣 孩子要被造冊啊 16歲以下也要造冊 所以我們在講啊 這個權動法就是害死人啊 如果說什麼 你看喔 你不尷尬 那麼 你們真的要把你的 這種也沒有 那你們 大家也有 我們 我們